西庄南穿越馬路 傘都快被肢解 日本沿岸城市還伴隨暴雨 超長壽颱風卡弩滯流打轉 目前還位在日本西南海域 暴風圈帶來風雨 九州新幹線的機場陸續封閉 日本氣象廳依舊將卡弩列為強烈颱風 不過接下來嚴正一帶的海有朝鮮半島 因為它現在正一路往東北前進 季州島開始感受到卡弩威力 海邊出現8公尺高巨浪 周三颱風警戒提升到最高等級 預估可能從全羅南道或沁上南道登陸 將成為1977年來首個由南到北 貫穿朝鮮半島的颱風 另外在日本東南方 還有一個蘭恩颱風 專家分析 蘭恩有可能像卡弩一樣路徑詭異 蛇行前進 而現在在夏威夷四級颱風朵拉 預計週末跨過幻日線 屆時將有三個颱風同時影響東北亞 TVBS新聞就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